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的小说剧《重申巴林,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速速清扬,君言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感谢您的收听 第434集 今晚的谈话主角原本是王广平和柳教授 大人谈正事,也有撮合王建华和柳山的意思 没想到被夏紫玉中途抢了风头 他一开始出现时,王广平是极厌恶的 只是王广平成辅身,没有当众表露罢了 可夏紫玉侃侃而谈后,王广平就对夏紫玉刮目相看 听他说话啊,农村女孩的小家子气倒是不见了 夏紫玉展现出来的水平忽高忽低 王广平也很奇怪 一会儿又是围着王建华打转,一会儿却能干事业 补习机构肯定是赚钱的 但他又不仅能赚钱 就像老师教书育人,也领工资 但有谁说老师满是铜锈味的 要是以往,王广平可能不在意 现在,他在教育部高教私任职 夏紫玉搞的这个补习机构 说不定是对现有教育模式的补充 包装下这个想法,王广平觉得能用上 柳教授也听得认真 尤其是听到夏紫玉说 第一次试水就招了两百多名补习生 柳教授暗暗叹气 补习本来是柳山的想法 却被夏紫玉搞成了大场面 如果这件事是由柳山来欠头 他一定能给女儿争个全国性的荣誉 柳教授一家三口吃了饭离开 在路上,柳教授就说道 以后啊,不许和王建华来往 柳山不服气 爱情是自由平等 只要建华同学没有结婚 我就有和他交往的权利 柳师母叹息 唉,你这丫头 你爸的意思是夏紫玉太难缠 你会在他手里吃亏 他对王建华是志在必得 你看今天,他来宣告主权 还做出一脸无辜样 心机深沉着呢 加上王建华的心 现在也在他身上 你争不过 人不能逆势而行吧 明明感情正好 而柳山不管做什么 都会反过来 让两人更分不开 非要和夏紫玉抢的话 也只有等两人感情出了问题 才能趁虚而入啊 柳师母是不赞成 柳山干这种事的 学校里的其他男生 柳山要是不喜欢 她和丈夫完全能给柳山 介绍其他青年才俊 为何要在王建华 一棵树上吊死 柳师母也搞不懂 女儿喜欢王建华哪里 柳山显然有自己的想法 感情是我自己的事 你和我爸先别管 王建华身上有种踏实 可靠的气质 还掺着三分 郁郁还羞的忧郁 为父母复职的重担 压在王建华肩上 他最终还是做到了 还是挺了过来 柳山觉得他有能力 而且 王建华不愿意抛下夏子玉 柳山越发觉得他靠谱 这个男人 现在对夏子玉不离不弃 将来必然也不会负他 王建华 真的一点都不喜欢他吗 柳山以女人的直觉来看 情况倒也未必 眼神是骗不了人的 王建华看他时 分明有涌动的情愫呀 柳家人一走 冉淑玉还没有发火 王广平却对夏子玉 和颜悦色 你刚才在柳教授面前 没有把话说完吧 对于补习班 你还有什么想法 夏子玉心头一松 知道自己今晚赌队了 老天爷一定在帮他 王广平反乘复职 居然被安排到教育部高教司工作 而夏子玉要搞的补习班 说到底也是针对考大学的 叔叔您说的没错 我想把补习班 办成连锁的补习机构 就像提起自行车 人家就想起凤凰牌 提起考鸭就想起来京城 那要想补习 第一个选择的 就是我办的补习机构 王广平不住点头 这是要做大做强了 不管什么东西 只要占了先机 是独一份的 哪怕生产 真头现脑的厂 也会了不得 冉书玉不懂 这补习班有什么好重视的 可王广平感兴趣 他也就忍着没发火 夏子玉说 现在只是先期 一个月赚几百块 学生规模要是翻一倍 翻十倍 利润才真是可观 冉书玉不太相信 这东西真会赚这么多钱 那别人为什么不做 却听见夏子玉声音里 有两分羞涩 我能力一般 现在的规模还能勉强管理 如果真的扩大 我想请建华帮忙 建华本来就有能力 缺的就是一个发挥的舞台 王建华是他夏子玉的男人 他就送一个舞台 让王建华展翅高飞 他要让王广平和冉书玉知道 他虽然没有家事帮助 比不上柳山 还有以后那些 会出现在王建华面前的女孩 但他能给王建华的 并不比教授之女 干部之女差 王广平忍不住轻轻拍了桌子 紫玉啊 叔叔相信你的眼光 也相信你和建华 能做好这件事 从知道王建华 和一个农村女孩 处对象起 王广平只有这一刻 是真心高兴的 搞补习机构赚钱是其次 王广平自己 已经困在教育部的 一亩三分地 他自然要竭力替儿子王建华铺路 夏紫玉只看到补习班能赚钱 根本看不到真正的好处 王广平也不准备说 冉书玉脸上却挤出一个笑来 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时候看夏紫玉又亲切了 建华说你爸妈来了京城 什么时候啊 也请他们来家里做客 王建华大喜 紫玉说的没错 补习班这件事抛出来 他父母或许会转变态度 夏紫玉露出淡淡的笑容 只要他想要的东西 就一定是他的 有时候过程会曲折 结果却是美好的 只要他沉得住气 能忍能抓住别人的弱点 王建华父母的弱点 他在试探 已经摸索出眉目 那么夏小兰的弱点又是什么呢 夏小兰现在考上了华清 想必很得意吧 先笑吧 我一定要忍 要在夏小兰松懈之时 给予致命一击 夏小兰一点也没得意 她忙着处理自己的感情问题呢 再给周成写了一封信后 夏小兰的大学生活就正式开始了 课程表已经发下来 第一学期的课程安排并不轻松 除了和建筑学相关的专业课要学 英语和高数这样的基础科目 仍然是避不开的 体育也堂而皇之地出现在课程表上 这门课在大学前应该是经常被占用的 各科老师都是随意敷衍 你们体育老师生病了 你们体育老师有事 这节课呢 就由我来代替她 课表上 有两周是安排空着 只有两个字 军训 然后 夏小兰就面临了学业上的困惑 不知道为什么 好几个老师 都不太喜欢她 似乎 Olha 無 老师 你 咱们 咱们 咱们